俄罗斯建筑,哥特式建筑,法国古典主义建筑,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,让您充分领略口岸城市的别样魅力,走在城市的街道仿佛置身于一泊他乡。 哥特式的建筑,满街的俄文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,让您体验过草原的雄伟壮阔之后,在体验异国他乡的风情,走进套娃广场,宛若来到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。 广场规划面积54万平方米,主体广场面积6万平方米,主体建筑是一个高30米的大套娃,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,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套娃。 俄罗斯套娃广场将中俄猛三国风情和东西访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市集旅游观光和趣味性娱乐性为一体的这个城市标志性旅游景区。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,选择来到这里经商、购物,走在颇具欧式建筑的满洲里步行街,看着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俊男靓女,仿佛至深异国他乡,图为套娃广场的俄罗斯美女,穿着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服装,专门是和游人合照的。 不过长得真的很精致,俄罗斯女孩们天天往返于两国这间,因为他们在这边可以体验关于中国的一切,却又有家的感觉。 白天好像散步在国外小镇,浓郁的外国风情萦绕身边,夜晚犹如畅游在童话城堡,斑斓的灯火袭警冲击内心。 这座城市的套娃广场,将在一次景艳里的眼睛,图为夜晚街头的一国美女,不需要去俄罗斯,不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。 在这里就可以看见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,俄罗斯人到了这里有种归家的感觉,中国人到了这里有种出国的感觉。 这里是哪儿呢?这是位于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北端的一座,充满中俄猛风情的边陲小城。 满洲里,满洲里及观光、休闲、娱乐、餐饮、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旅游景区,集中体现了满洲里中俄猛三国交界地域特色,和中俄猛三国风情交融的特点。 满洲里今天的魔幻世荣,是转型旅游业的结果。 2001年,满洲里突然启动城市风貌改造工程,要求新建临结楼房外地面,统一改为欧式风格。 有人开玩笑说,即使整个欧洲被物理毁灭,欧洲人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建筑文化失传,因为欧洲已有的建筑风格类型都能在满洲里。